好 繼續來關心台灣大小事 哪些是您不能不知道的事 發生在上個月 兩架F-51戰機失事 在巡獲28天之後 飛官潘穎鎮的遺體 居然在早上7點多 男人渝港岸邊巡獲了 空軍司令部發新聞稿表示 對於這次的事件造成 兩位優秀的飛行員訓職深感 抱歉不捨以及遺憾 而後續將配合地檢署辦理商宴 並且協助家屬來治喪 而也強調深刻檢討失事的原因 也要重新檢視各項的機物裝備 也會嚴格要求所屬落實各項的訓練 以及風險管理 好 測試來看 這是在新北市新店 一名女子17號下午2點多 她截著個自行車 她在行經安和路三段左轉永安街時 結果沒有想到被外側的車道 直接有一輛機車攔腰撞上 電動車當場倒地 而這名女騎士也直接被撞飛 她骨盆碎裂 非常痛苦在地上哀嚎 而機車騎士則是手部也受到擦措傷 索性兩人送一之後 目前是沒有生命危險 根據了解機車騎士在號制燈變換之際 而就是穿越了停止線 突然看到竄出的電動自行車已經來不及了 雙方九側職都為零 但詳細的造勢責任 目前警方還在釐清 然後繼續來看到 是在17號晚間的8點多 嘉義縣台三縣的286公里處 發生一起嚴重的車禍意外 小貨車在行經大彎道的時候 一次是跨越了中心線 就這樣子側面撞上了對象的遊覽車 而這小客車的駕駛當場沒了生命跡象 送一之後不治身亡 把時間交給佩玉 事由主播各位觀眾 只見這輛遊覽車的車頭破裂毀損 擋風玻璃成蜘蛛網狀碎裂 而一旁的白色自小客車 引擎蓋整個掀起 半徑凹線變形 而駕駛做的安全氣囊也爆開 車內的22歲駕駛 當場沒有生命跡象 送一急救後人選高不至 車裡零件和玻璃碎屑四散一地 可見撞擊力道之大 嘉義線翻路向台三線286公里處 這輛自小客車行進大彎道時 疑似跨越雙黃線 就從側面撞上了對象遊覽車 警銷貨報後 趕底線廠利用破壞器材 將受困傷者一一救出 並將他們送一救治 自小客車上含駕駛總共有四名人員 受傷受困在車內 遊覽車為空車只有駕駛一名 受傷並由消防隊救護車送往醫院醫治 處不經查整起車禍釀成一死死傷 至於詳細的招式原因 還有在相關單位調查釐清當中 以上最新的主播 好 昨天傍晚在新美市土城 一家知名的鵝肉城外頭發生砍人事件 雙方因為禁酒的問題爆發了口角紛爭 兩派人馬相約談判破裂而大打出手 造成四個人受傷送贏 社主播各位觀眾 只見一群人在這處餐廳外吃刀棍大打出手 雙方火爆氣氛漲到最高點 事情又發生在十七號下午六點多 性被土城區知名鵝肉城前 據了解雙方人馬 之前在京城路上的卡拉OK內歡唱 但因為禁酒不滿釀成爭吵 時候祥願談判 其中一方四名男子踢走前往等候 沒想到對方六人騎乘七機車 抵達現場時 就是囚棒和西瓜刀下車 見人就開打 造成四名男子受傷 其中一名男子的背部 更是有三十公分的刀傷 附近民眾見撞後趕緊報案 現場有發現四位民眾受傷 先行將他們送醫 目前傷勢是沒有什麼大礙 事後警方立即調閱監視器 鎖定嫌犯身份 在兩小時內通知涉案的五人道案 剩餘一人尚未道案說明 而全案也將易殺人未遂 傷害和罰害失去等罪嫌 以請偵辦 以上最新主播 好 繼續來關心台東 台東資本地區傳出槍響 台東行大在資本地區 跟監王姓通氣犯的行蹤 要求嫌犯停車 就沒有想到對方居然加速逃逸 袁瑾立刻對轎開了七槍 其中一槍是貫泉車輛 打中了嫌犯的左手臂 而車子也暴衝衝進果園 男子披著外套赤腳坐在果園裡 手臂還包著紗布 袁瑾全圍在一旁 哎呀 你不要動不要動 刑警見記者拍攝相當緊張 不過重傷坐在地上的王姓男子 其實是一名通氣犯 十七號下午三點多 台東行大在台東資本區 發現王姓嫌犯的行蹤 立刻進行跟監 在劍河四街要求停車 沒想到王姓嫌犯竟加速逃逸 三四名原警隨機朝汽車開槍 他開了幾槍警察你聽到 你沒有注意的好幾槍 他們有先那個啦 不要動就要下車 嫌犯不聽勸 警方連續開了七槍 其中一槍貫穿車輛打中嫌犯左手臂 轎車也失控衝進果園 馬上被警方圍捕並將他送醫治療 嫌犯朋友之一 明明前方就是死路 原警為何還開七槍 不過嫌犯有駕車衝撞 是否執法過當還有待釐清 記者潘正賢 彭新美台東報導 好 繼續來關心台灣大小事藝人 卡古在演藝圈闖出名號 日前還買下人生第一間房子 也不太出面指控 先前在網路上遇到詐騙 還怒槍詐騙集團 真的很可憐耶 沒有想到惹來報復 對方就要拿他的賬號去詐騙 讓他氣得投訴媒體 好 繼續來看到 是這個天眼見宮讓嫌犯無所遁刑 16號一名男子 偷了被偷了價值 是1萬的機車 而警方調閱監視器 利用這種系統來掌握嫌犯 來回板橋到汐止 將近40公里的行蹤 兩小時就帶到人 騎士還沒來得及反應遭大批圓警團團包圍 警方立刻把他們拉下車上鋼 就是因為 眼前這輛要價11萬的機車 是他們偷來的 不投 放投 大馬路上也攔截圍捕 民眾好奇為觀 原來這兩人想去找工作 但沒逮捕工具 乾脆在板橋車站附近 看到沒把鑰匙的機車直接偷走 旅行男子沒駕照 依舊危險上路 狂飆到汐止載朋友 換手給對方騎 兩人折返板橋時遭圍捕 短短兩小時破案 立功的就是這套雲龍車變系統 只要輸入車牌 就能及時掌握 行車軌跡就是一直直直走 然後二號點 三號點 軌跡來推斷 他應該就是我們分局的方向 這樣子過 就像這樣嫌犯去到哪 全都無所遁形 完全逃不出警方手裡 那警方在偵辦當下 只要輸入這個查詢的車輛 都可以隨時掌握 這部車的一個動態 以及他曾經走過了一個路線 新北市108年 在4600支的監視器中 內建了雲龍系統 破案率高達就成 所以難怪嫌犯飆車 雙北40公里 茶池南非警方的天羅帝王 記者 尼奧全無新人 新北市報道 好 來看到嘉義線一輛 自小客車行進彎道的時候 疑似跨越了中心線 就這樣子側面撞上了遊覽車 當場這小客車駕駛是 沒了生命跡象 造成一死四人受傷 一hés百分之十分之一 印廠 petto便利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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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